这里是缅甸北部 但却是缅甸管控不了的地方 这里深山环绕 又是几国交汇处 是不法分子的天堂 这里武装割据 每个山头都可能有不同的大 这里就是大家熟知的金山者 一个年来了 不一定飞得去的地方 说是缅甸北部 只不过好听一点 实际上就是金山脚的势力范围 互联网时代移动支付崛起后 网络诈骗开始深根发芽 这期就不讲亨利波采公司 我们来讲讲新百利的套路 新百利和亨利波采公司是一样的 走进国杆这个号 是新百利大赌场旗下的宣传号 下面这份视频资料 就是上个月保存的 他们口中说的走进国杆 了解国杆 是不是真的能让你了解国杆 走进国杆了解国杆 哈喽大家好 我是露露 在国外呢 就是有很多很有名的谈人间嘛 在我们国杆呢 反而是恰恰相反 哈喽大家好 我是露露 现在呢 老该的天气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热 走进国杆 探索国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叶哥 今天呢 我要来给大家介绍一种 我们缅甸的传统运动游戏 实际上菠菜公司的号是不会让你了解真相的 他们只会让你了解缅甸北部果敢的好 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账号 删除了有明显菠菜迹象的视频 目前你根本找不出有任何毛病 像他们衣服上有关心百利字眼的视频 在网络平台上 你基本上是看不到了 当时就是因为亨利集团陶欣夫的事 给每一个博彩公司都上了一堂印象深刻的课 亨利主打的是文艺节目 心百利主打的是人文科普 只能说一山更比一山高 套路一个比一个深 心百利菠菜公司组建的是传媒部门 所有作品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唯一有问题的就是这些人是做菠菜的 目的就是诱导我国公民 非法偷渡参与赌博 这里是明天北部国港 我是孟涵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国港的三大集团 对国港的狗献 福利来百胜亨利 他们都是拥有三百亿资产的公司 主要经营产业有文艺 酒店 房地产等 在国港每个集团都有各自多商业区 他们是我们国港的精神制度 它为我们国港提供了很多就业岗位 它的引力性比亨利集团更高明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进行线上网络推广拉人 这个集团的实力和亨利集团相比 都还在亨利集团之上 偶尔会对自己的赌场进行探电宣传 当然赌场是不会在镜头中让你看到的 出现的画面和亨利集团一样 展示的都是酒店而已 赌场里面的酒店就是专门为赌客提供休息的 像这样规模的博彩公司都是有网络博彩的 既然有网络博彩 那就一定存在杀猪盘 很多赌徒都带着很强的侥幸心理 庄家往往会让你先赢几局 不劳而获的心理 让你觉得赚钱很容易 在输钱之后会想方设法向周围的朋友借钱 很多赌徒最终欺利止散家破人亡 甚至有的人在赌博中疏红了眼而失去了理智 走上盗窃绑架贩毒 镜头里当他打开新百利酒店窗户的时候 你会发现还有铁丝网 这到底是防盗还是防逃跑 这就要靠你自己去品了 这些菠菜宣传员每天潜伏在互联网里 确实只针对中国人 这里的菠菜诈骗并不认为是犯罪 而且还会提供武装保护 所以有的不明真相的网友 跑过去就成了炮灰 就像很多网友调侃到的一句话 就是牛魔王来到这里 也得老实的耕地 再厉害的四位大哥来到这里 也得老实的跪着 他们将中国人称之为行走的人民币